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西节书的第43章 主题是神的荣耀回归 以西节书第43章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上帝荣耀重返圣殿的意象 这个意象是在耶路撒冷被毁 以色列人被掳之后 上帝向先知以西节显示的 在这个意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信实 恩典和怜悯 以及未来他对他指明的救赎和复兴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意象的背景 以西节书是一本贝鲁先知的书 他记录了以西节在巴比伦贝鲁期间 所看见的和传讲的意象和信息 以西节书的前半段 一到二十四章主要是对以色列的审判 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要被毁灭 因为以色列人犯了极大的罪 拜偶像 行邪淫 流人血 压迫贫穷等等 以西节书的中间部分 二十五到三十二章 主要是对周围列国的审判 预言他们将要受到上帝的惩罚 因为他们敌对嘲笑掠夺以色列 以西节书的后半段 三十三到四十八章 主要是对以色列的安慰 预言上帝会在历史的末期 拯救恢复祝福他的致命 并且建立一个新的圣殿和新的地图 以西节书第四十三章 就是在这个安慰的部分里 它是一个连续的异象序列 四十到四十八章中的一部分 这个异象序列描述了一个新的圣殿和新的地图 他们都按照上帝所指示的规模和样式建造 这个异象序列开始于第四十章 当时上帝的灵将以西节带到一个高山上 在那里他看见一座城市向南而建 有一位同社的人手拿测量神和测量杆向他走来 并带领他去凉渡圣殿和城墙 从第四十章到第四十二章 我们可以看到圣殿各部分的详细叙述 包括外院、内院、东门、北门、南门、西门、祭坛和殿宇等等 这些描述都强调了圣殿的对称性、整齐性和庄严性 反映了上帝的次序和荣耀 然后在第四十三章 我们看见了最重要和最精彩的场面 我们来看一到二节和第四节的经文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 就是朝东的门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 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这段经文记载了上帝荣耀的形象从东而来 进入新建造的圣殿中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和感动的一项 因为它意味着上帝和他的子民 重新建立了关系 并住在他们的中间 在前面第十到第十一章的Podcast中 我们曾经看见神荣耀离开了旧的圣殿 因为那里充满了可证之物和罪恶之事 那是一个悲哀和黑暗的时刻 因为它象征着上帝和以色列的断绝和离弃 但是在今天的第四十三章中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了 并且比以前更加光明和专利 这是一个喜乐和光明的时刻 因为它象征着上帝与以色列的恢复和清净 当以色列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 就俯伏在地敬拜 并听见上帝的声音对他说 人子啊,这就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 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张污我的圣名 这是上帝对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信实 他没有永远地抛弃他们 而是要与他们再次地建立关系 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 他要做他们的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 上帝宣告了他要在圣殿中安置他的宝座 就是他做王治理的权柄和标志 上帝要在圣殿中住 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 这是一个恩典的承诺 因为以色列人原本不配有上帝与他们同在 他们曾经背叛的上帝 拒绝了他的君王的权柄 但上帝却要赦免他们的罪列 使他们能够顺服和敬拜他 就如同在第36章的26到28节说的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主之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这个应许不仅是针对以色列人的 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 神愿意永远与我们同在 指引我们的脚步 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计划 我们来看10到11节的经文 人者啊 你要将这点指示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 也要他们量点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 你就将点的规模 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 点章礼仪 法则指示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上 使他们遵照点的一切规模 点章去做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怜悯 在这里上帝要以细节 把新圣殿的意象指示以色列人 目的是要使他们因自己的罪恶惭愧 这不是出于一种严厉或是报复的动机 而是一种怜悯和恢复的动机 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看见 他对他们的恩典和慈爱 使他们能够认罪悔改 回转归向他 上帝要让以色列人看见 他对他们的计划和盼望 使他们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和标准 去建造圣殿 并在圣殿中敬拜他 在这段经文中 神借着以色列人 传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他不仅是会因着我们的罪 而远离我们的神 更是会因着爱和怜悯 而愿意回到我们中间的神 然而 神的回归不是单纯的形式上的回来 而是要人心的真诚悔改和顺服 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所需要学习的教训 有时候 我们可能因着罪的缘故 而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但是 他一直在等待着 我们回到他的面前 当我们认罪悔改 顺服他的旨意 我们的生命 就会重新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得着他的祝福和带领 总结 以西解书第43章 是一个关于上帝荣耀 重访圣殿的意象 这个意象显示了上帝的信实 恩典和怜悯 以及他对他指明的计划和盼望 这个意象也有预表性的意义 他指向了基督的来临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荣耀体现 他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保证 他也是彰显出上帝的怜悯 因此 当我们读到以西解书第43章时 我们不但要感恩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作为 也要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恩待 因为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 而得以与上帝和好 成为他的子民 享受他的同在 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中 是否也需要神的荣耀回归 在我们里面 是否有什么罪恶 或是污秽需要洁净 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他的荣耀和同在 求圣灵帮助我们 顺服在神的旨意下 将一切献上在他面前 让他的荣耀充满我们的生命 愿今天这段经文的启示 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 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改变 让神的荣耀充满我们 彰显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 愿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 不断地追求神的心意 成为他荣耀的见证 阿们 哈利路亚 今天的Podcast就到这里结束了 期待明天再享会 愿神祝福大家